iPhone X剛剛推出的時候 我們就找過一對可愛的媽女 挑戰iPhone X的Face ID應援能力 結果很多人除了關心Face ID 分不分到兩姐妹之外 還有更多人想了解一下這對媽妹 所以我們就再請她們來 靠她們來比拼一下 Note 8的紅膜和面部色別 和iPhone X的Face ID 最刺激的地方 是眼耳口鼻 最刺激的地方是眼神和笑容 有時候有些人覺得 姐姐的眼神是 靈禮一點 即是酷一點 不是靈禮 我的眼神比較溫和 在家裡的話 我爸也常常分錯我們 問你啦 不停叫你的名字 她叫錯我的名字 我就不太認她 然後她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認我 然後我就會說 其實我是姐姐 你剛剛叫細妹 這樣 原來連親生爸爸 對了十幾二十年都會認錯 這次給多iPhone X的Face ID 一次機會 不知道她會不會變得醒目一點 結果跟之前一樣 兩姐妹都可以互相解鎖 不過就發現 姐姐解鎖妹妹的Face ID 在Face ID的時候 起初都是不成功的 但再試幾次就可以成功解鎖 或者這個就是Face ID的學習能力 之後就到Samsung的Note 8 先試一下她的面部色別 她設定的時候不用拉筋 我覺得Samsung的快速程度 我覺得Samsung好像容易開過iPhone 最後就是Note 8的紅膜色別 即是她的手機我開不到 無論如何都開不到 其實真的很安全 我覺得它的設定度 可能會 即是高低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難度 但我覺得那個安全性真的很好 它真的很精準 其實如果你開門的時候 你想開電話 你要看著她的手機 要看著她的手機 要看著她的手機 結果是 只有Note 8的紅膜色別 才可以分辨到兩姐妹 要給她一個讚 當然有啦 有好一點 因為童年的時候 一直都有陪你一起長大 所有東西都可以分享 其實都可以分享 因為她不斷拿一些東西來用 你喜歡鋼琴或音樂 那種都很像 你喜歡她之後 她不喜歡那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就接觸我 那… 還是不會喜歡她 我知道她喜歡那個五學姐 我也不會選她 那不就是純粹的外表 喜歡外表 我們沒試過不坐對方一天 過一天也沒試過 就是那些夫妻那些 那些… 那些… 醜味和那些 偷手睡覺 閃電 外面閃電 泰淚閃電 她也不知道外面閃電 但她就照進你家裡很殘眼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外面有人偷拍我們 但是不是她相信 她相信了 然後她說 糟了,我很害怕 然後她就捉著我的手 就說 不如我們今晚拖上去睡覺吧 這樣 我終於覺得是我姐姐 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不開心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 隨即到手